大家好我是草莓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呢 前兩個月有跟大家分享過兩次的髮型 那這一次呢8月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適合戴帽子的髮型 我不曉得現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會戴帽子 幫自己做一些造型上的變化呢 所以也是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這次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如果戴帽子出去的時候 會編一個怎麼樣的髮型 想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一步一步的學囉 好那大家仔細看囉 首先呢我們要從左側這個地方 先把一撮靠近耳朵後面的頭髮 先由外向內做扭轉 好第一撮髮術已經扭轉好了之後 再把旁邊的髮術加到這一撮裡面來一起扭轉 然後依此類推 一直往內去做扭轉 好扭轉已經接近到你右邊脖子這個時候呢 先用黑色的夾子 稍微做固定 只要讓它不會動就好了 好接下來處理右邊的頭髮的部分 一樣從耳朵旁邊先挑一束頭髮起來 由外 朝 內 做扭轉 其實不用太規律 只要你有感覺到你的髮術 是一直一直一撮一撮加進來 跟前面的髮術再做扭轉 就可以了 好 最後你會發現到兩邊的髮術相交在這個點 這個時候就幫你剛才固定的黑夾子抽起來 好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兩邊集合在一起的髮術 這個交接的地方 就用透明的橡皮筋 稍微做固定把它綁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可能背面 就會有橡皮筋這樣露出來的痕跡 可能覺得不是很好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準備了很漂亮的大腸的髮術 這個髮圈就可以把它綁在 橡皮筋的地方 好 這樣子 底下的馬尾這個地方 可以再稍微把它抓得蓬鬆一點 再戴上帽子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比較怕熱的人 不喜歡你的頭髮 一直卡在你胸前的這一塊皮膚上的話 最後一圈你可以不要拉出來 最後一圈的部分 直接把尾巴收在這個地方 然後用手稍微拉鬆一下這邊的頭髮 讓它有一些稍微有一絲絲的碎頭髮在下面 然後戴上帽子 注意在戴帽子的時候 稍微讓帽子有一點弧度會更好看 好了 是不是很好看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好 那當然除了剛才那樣子的大腸髮圈的變化之外 還有這樣子的髮式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它是有點稍微有斷面的 然後是屬於有點斷面材質普普風的顏色的感覺 像這樣子它也可以跟側馬尾這樣子的髮型來做一個搭配 好那我們首先呢先把這樣子髮圈先帶到脖子上面來 好然後呢這個時候記得要把馬尾留在這個圈圈的裡面 喔不要把它放到外面來要留在裡面 好接下來呢再把這個斷面的部分放到頭頂來 好然後如果旁邊瀏海容易掉下來的話 可以塞到這個斷面的髮帶裡面 好那因為這個斷面的髮帶呢 它本身就已經做有這樣的設計了 所以很方便你只需要在你的側馬尾這個地方 稍微打個結就可以了 好打個結之後呢 或者是你也可以稍微再打一個圈 讓它多一點點的變化 好它就跟你的馬尾融成一體 像這樣子打扮其實配上帽子 雖然它只露出下面一點點的蝴蝶結 但是也一樣它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風情展現喔 好那當然戴好帽子之後呢 不要忘記整理一下你的頭髮 如果臉旁邊的瀏海啊 或者是這旁邊有一些散落下來的頭髮 都可以把它塞到耳朵後面 或者是藏到帽子裡面 這樣子就看不出破綻了 然後對著鏡子 可以稍微把帽子折出一些小小的弧度 這樣會幫你的髮型加到分喔 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看呢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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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